雪地可以算是澳洲最貴的地方 而且我們又是第一代移民 我們在這個昂貴的城市當中 在這個繁忙的城市當中 很多的夫妻都必須要一起工作 才能夠維持一個家 好像才能夠安家立業 買一個自己的房子住下來 所以我們不但要生存 而且我們要在這樣一個義文化當中 我們需要安家立業 都不是很容易 感謝神 神幫我們帶到雪地來 有這樣好的環境 讓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 也感謝神 很多人在這邊也認識了耶穌基督 我們得到了這個信仰 我們開始建立這個信仰 也感謝神讓我們不但得到這個信仰 我們也把這個信仰帶到我們的家庭當中 我們建立家庭祭壇 我們也在這邊聚集 我們在這邊一起建立小組 建立團系 建立教會 感謝主 可是不是太容易 常常很多的服飾 哎呀不行不行 要加班 要上班 要工作 孩子要讀席 很多的工作要忙 怎麼還有時間來到教會來建立呢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我們已經很缺乏了 怎麼可能還要再貢獻呢 我們自己時間都不夠用了 我們怎麼可能還可以給神用呢 而且常常講員 或是牧者在台上講 哎呀我們要傳福音 我們要把福音傳到地級 我們要把這個血液都能夠規劃 我說哎呀牧師啊 我自己都搞不過來 我們還要去搞 還有這麼多這麼多的事情嗎 好不好等我買了房子 等我這個孩子都長大了 等我一切都預備好的時候 那時候也許我可以來好好治治 第二 等我們在思想的時候 其實這一段聖經的景況 當一時代的景況 一千五百年前的景況 跟我們現在其實只是 只是形態不同 但是精神是一樣的 我們的狀況不是很好 他們的狀況不會留我們更好 所以他們有這麼大的掙扎 雖然他們看見神 行的神經在波斯王的心中 讓他們可以回去蓋聖殿 他們看到那個神經 可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 這是一個要付代降的工作 這不是馬上就可以看到的工作 人的心能不能持續做下去呢 我們所看到的是困難嗎 我們所看到的是問題嗎 你這邊死的 所以他們停工了使命 可是神在這裡要幫助我們 不要老是看困難 不要老是看這個大的山 不要老是看到這些的不足 牧師的不足 環境的不足 神要我們看這件事情 神要我們看什麼呢 神要我們看到萬君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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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們在幕會這段時間 因為我讀書也在美國 我在西西蘭住了五年 我在這裡住了九年 我在移民社會當中 我看到一個現象 當然不能說全部 就是韓國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接觸韓國的基督徒 或我們叫朝鮮 南朝鮮 韓國他們現在的基督徒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說兩個基督徒 差不多有一個是基督徒 兩個人當中有一個是基督徒 韓國的基督徒很特別 他們到一個新移民地方去 你知道我在美國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他們韓國人很團結 在黑人區 別人不敢去的 沒有人敢去的黑人區 他們韓國人一起去 而且一起去買一塊地 就在那邊開始做生意 就在那裡生活 最後連黑人都怕 明白 當然韓國人比較強勢 所以有一陣子洛杉磯有暴動 也就是他們專門 其實韓國人 韓國人很強悍很兇害 他比黑人還兇害 所以他們很團結 那我不再講這個 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那個決心 他們原對基督徒 你有沒有聽過韓國人的基督徒怎麼說 他們移民到一個新的地方 先買回憶車再買自己的車 聽過沒有 他們先到雪林的時候 他們先把教會的福音車買好後 再開始考慮自己的家裡的車 他們先把教堂蓋好再去買自己的房子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我很感動 我常常講 如果是我 我做得到嗎 可是也就是因為他們的決心 他們對主的認真 讓上帝不得不阻止他們 你看韓國人算死 可是他們竟然在世界的經濟當中 佔了這麼大的一個地位 車子 所有的家庭用品 韓國品牌 在經濟危機當中沒有垮掉 我在兩年前到韓國參加聚會 他們的聚會 一間教會八十萬人 一間教會 韓國存服於中央教會 一間教會八十萬人 他們聚會時候需要交通管制 警察局需要派人來來 來來負責教通管制 讓教通順暢 你要有文說的就是 當你對上帝認真 當你看見上帝是那位全能的神的時候 這些困難已經不叫困難 可是當我們看到困難的時候 沒有看到神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困難有種割禮 大衛之所以能夠擊敗那個巨人 是因為他不看他是巨人 他在神的眼中不過是大猛 因為他看見神 我們基督徒 到底是看見我們的神 還是看見我們的困難 這是我們早上可以來思想的 在以色列這麼困難的環境當中 當撒迪亞當時先知 神做過先知對以色列說 百姓啊 百姓啊 不要害怕 不要擔心 萬軍又要把已經把大三國走了 萬軍又要已經看到事情要成就的 你信嗎 想想看 那時候 神就透過撒迪亞 就對百姓說這個話 同樣的 今天 我不能說 完全的神 如果 藉著 他的仆人 來對教會 對我們來說話的時候 我們信嗎 主啊 我活下都很困難了 每天禪禮留言 像素茶 每天有這麼多的事情 有這麼多的壓力 教會怎麼可能復興呢 我哪有時間來服事呢 我哪有時間來傳福音呢 一樣的對嗎 一樣的 像我常常喜歡跟我們弟兄姐妹說 如果我們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地位 如果你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地位 上帝把你的事情放在地位 明白那個 沒有關係嗎 你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地位 上帝把你的事情放在地位 哪個滑得來 哪個滑得來 我們常常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放在地位 上帝來祝福我 祝福我趕快買到房子 祝福我的孩子趕快找到好學校 祝福我的孩子趕快找到好老婆 趕快有好的工作 聖地地方 上帝趕快來祝福我 祝福我 祝福我 我們永遠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地位 而且上帝啊 你不祝福我就是不安 你不說你愛我嗎 你關心我 祝福我 那今天我們常常只拿到嗜好 上帝一定會祝福你 但他常常會搖搖蟲 孩子啊 你知道什麼是自好的 最好的就是那位上帝要自己 當我們把上帝的事情放在地位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上帝把你的事情放在他的地位 你還擔心什麼呢 你還擔心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一個經理 我九年前剛移民來西尼的時候 我有三個孩子 都要讀書 一個讀小學 兩個讀high school 我選擇地方在Chesford 再生 讓我在那邊來建立教會 第一個人問我孩子要念書問題 你知道我住的Chesford那個區域 有個Chesford High School 就在我家旁邊 我住的地方旁邊 教會旁邊 應該要送他去Chesford High School 可是你知道Chesford High School 在九年前是怎麼樣嗎 要倒閉的 要關門的 你去看他強調畫的字 廁所畫的字 HAC考的不行 那學校有亂急發展 請問你要不要把孩子送去 學校打算關門 打算關門 教育局打算關門 因為有個校子 打算關門 我那時候很掙扎 主啊你幫我帶到這個區 可是這個區 這個high school 要保屁 學校亂急發展 所以我很掙扎 所以我就開始找學校 有沒有別的學校 第一個學校比較遠 第二個我看到一個基督徒學校 好好 在Oxford Hall 開車大概二十分鐘到半小時 我們就去找了一個基督徒學校 哇那個學校我們看得很開心 很有紀律 又是基督徒的學校 可惜 只有兩個名了 我老是不能進去 他這個小學到中學中學 我就很投靠跟我太太 我們說 哎呀 我們不可能 一個丟這裡 兩個丟那裡 然後這邊到街送 那種 因為我覺得孩子還小 我就想說怎麼辦呢 請問幾次做父母 怎麼辦呢 沒關係 為了孩子多跑兩趟 我說抱歉 我們是來建立教會 我們沒有時間 沒有這麼多時間 去花時間 在接送孩子上面去 沒有時間 我們就祷告 祷告也跟孩子們商量 孩子啊你看看 確實我孩子 你看看 他們也很喜歡那個基督徒學校 哎呀 可是實在沒有時間 孩子們也知道 最後你知道做了什麼決定嗎 看看 做父母的 繼續把他送入虎口 繼續把我兩個大樓就放在 確實我high school 去 我說 我們相信出於神的名義 但是 我們真知道 我們做我們該做 但是我跟孩子們說 我也跟校長去談 我也跟 去學校 拜託 他們談等等 那時候 大部分的華人都不去讀那裡 大部分就送到 Kiara High School Willowby 這些 學校去 North Sydney 那我跟他學校談 那麼我也知道 學校有一個基督徒老師 我們也跟他談 後來跟孩子們一起說 孩子們一起祷告 最後我們還是 決定繼續讀這個學校 我們的祷告是 到底誰怕誰啊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到底是 到底是這個爛學校怕我 還是我怕這個爛學校 那個學校有好學生 好學校有一個爛學生 明白嗎 所以我們全家一起祷告 孩子們 你們怎麼說 我想可能孩子覺得 比較近走路比較快 但是我們跟他講說 好不好 你們去帶個使命去 你們去帶個使命去 不要害怕 因為神與你同在 雖然很多的壞學生在那邊 不讀書的學生 但你可以決定你要變壞 還是要好好讀書 所以我們好不好 你開始為學校禱告 孩子們 你每天去學校 看著學校去 為孩子 為學校禱告 我們也跟那個基督徒老師 一起 我們也介紹孩子 跟那個基督徒老師 他們每個禮拜有個小小的團 經過幾年之後 感謝祖 現在的學生是selective 不完全叫selective school 但已經有幾個selective class 而且幾年前我看到幾個 從Paramata 特別每天坐一個半小時 來圈出孩子們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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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完全說 是因為我們的禱告 但是我更相信我們的神 我要講的是 我們來就是來建立教會 主要我們敬往所能的來做 我們把我們該做的做上 上帝裡做其他的工作 我真的很感謝神 我們每個禮拜都還只能有一個family time 可是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或錢 帶他們去補習 三個還都沒有去補習 可是現在三個全部上大學 第一個已經大學畢業 學育大學 occupational field 畢業 第二個現在 第二個在讀UTS 建築系 第三個 是讀National Art School 你知道我侍奉神這麼多年 我常說 我就是建築 你需要花那麼多錢 去給孩子補習嗎 我不是說 投資孩子事實上不重要 但你要投資的 不是他們的技巧 而是投資他們的生命 我們在問孩子的品格 麻煩了